中文字幕 李宗盛 能不能快点公布结果 妈妈 造死造超生真 几家欢喜几家有 他们要公布什么 提前结束实习的两位实习生 我看大腿钢板拿了一张纸 大腿面怎么还不错 需要公布结果吗 韩姐 我去修建 连爽快的韩姐都无法直面回答了 跟他们谈一下呗 来来来 接下来进入到京东花样加油榜的精彩时间 这次呢我要再次向大家安利一下我们京东校园花样学生会员 只要在京东通过学生身份的认证 注册成为花样学生会员 就可以享受学生会员的优享生活价 吃喝玩乐都优惠 我们现在要推理的是 在这个节点要提前结束实习的两位实习生 必须两个都对 如果对了的话 我们下次再对了 我们的实习生里面就有人可以拿到第三季令人心动的 offer的加油团的一个席位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预测错了 因为我们有一个互登程序 不但不能点灯 还要灭掉我们现在已经亮起的七盏京东花样灯 所以现在要推理的是 哪两位实习生要提前结束 天哪 因为我们最后留在这个板上的 是两位要提前结束实习的同学 所以我们把现在稳的 先一个个拿下来 好不好 最佳代理人就不太可能 最佳代理人两个可以 对 可以先拿下来 但他们万一这会儿玩一个玄子呢 不管了 不管了 最后就让最佳代理人 不会了 不完全是这一场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人 我们从均衡的角度来考虑 接下来顺位比较稳的 敬叶秋怡也可以拿下来 敬叶稳的 敬叶是比较稳的 敬叶是比较稳的 秋怡这次也做得非常好 秋怡应该也还问题不大 我觉得男夕也可以拿下来 男夕被夸了嘛 被夸了好几次 就剩四了 好难 尹飞跟一轩是一组的 如果是这三个人的话 我觉得朱一轩还是应该更安全一些 对 我也觉得朱一轩 我也觉得一轩可以拿下来 一直认为吗 没意见 我提供一点我的分析和推理 这么快就要提供你的分析了吗 对 好 因为这一集我注意到两个细节 首先第一 法官唯一给出的负面的评价 是给了何敏哲 他可能还没有真正的理解到 一个律师所要承担的责任使命 和他的这种担当的东西 所以他有的时候这种表演的情绪 还是会重一些 对 而尹飞 尹飞没有那么多亮眼 对 就法律人特制 他没有特别的闪光点 慎重 慎重 这个是牵扯到两盏灯的事了 我们最后请西林来帮我们 对新朋友来帮我们确认一下 没问题 我相信 没问题 不要开心 加油 那就是尹飞跟小何 同意 同意 一致 好 好 决定吧 请观众注意 这只手不是我的手 这是代表 这是代表了打架 我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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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万一要是灭了灯 我跟你讲 我承担不起 好 职场 改拼赶闯 生活有模有样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京东花样 发光时刻 呜 请看 跟他们谈一下呗 呜 来了 来 天哪 我的妈呀 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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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啊 啊 好直接啊 这是干嘛呀 太可怕了 你应该猜到